嗨 大家好 這裡是櫻桃 今天這是一個突然間想要講的經驗談 我有一個朋友他說他大學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比較不好的心理師的經驗 我就突然想到說 欸 我自己的心理智商的生涯裡面 也就兩位心理師 那 我很幸運的在第二位的時候 我就找到說 一個跟我比較契合頻率 比較對挺的一個心理師 可以更好地去輔助我 那可是很不幸呢 我在第一個遇到的心理師 就是一個比較 對我來說比較不好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想要分享給大家聽 如果你也是有這方面 想要找心理師做諮商的一個朋友們呢 你們可以拿這個當參考 我知道每個人的那個 對於那個專不專業的定義 其實因為心理學很多流派嘛 不曉得這個對你們是否是有幫助 但是反正對我來說 是很雷的經驗就對了 總之呢 這個心理師呢 他就是非常的奇怪 我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完全不會就是自己 關心個案的狀況 怎麼說呢 就是我在進入諮商事的時候呢 心理師就是他會做下來 就開始這樣子 看到嗎 迷之微笑 他就開始一直微笑 然後就是 我不講話他也不講話 他也不會關心說 你這個禮拜就是過了怎麼樣 最基本的關心都沒有 一直在微笑 然後有時候可能說 講到一個段落了 他也不會把話題就是 接著往下做延伸 或者是他也不會去觀察說 個案的狀況 他就是一直在那邊 就一直在微笑 我還記得有一次 大概就這樣對看 就是完全沒有的話 那種對看大概20分鐘左右 然後他也都不講話 就一直在微笑 我現在的這個心理師呢 他是會關心 你主動關心個案的狀況 而且他會看個案的 就是我的一個表情的一個變化 跟我的語氣的變化 他會觀察這些變化 然後去做一個更深層的討論 但是我說的這個很雷的心理師 他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一個 觀察 他就是直接就是 你話題講完了是不是 那就 那就不講了 就是 就是開始他放空 他就開始他放空 當心水小偷 我覺得換作神應該就會覺得 蠻不舒服的吧 然後再來第二點是 他那個 他在講話的時候呢 他在講話題的時候 他竟然會把他問題的重心 轉移到他自己身上來 就是比如說我在講我自己的問題 我講完他會說 他的舉例 一般來說舉例子 就是應該還是會繞個案的身上 像我現在這個心理師 他就很注重我這個個案的 他就非常的 不管講什麼 就一定要回到個案的身上 因為是以個案為主體 去進行的智商 可是他不是 那個很雷的心理師 他是 講一講一講一講 可能講到說 這話題 我跟你講喔 我跟我男朋友 怎樣怎樣 那時候也是這樣子 就是他開始講到 他自己身上去了 他剛才講 他跟了男朋友的事情 然後我想說 嗯 到底是誰需要被諮商呢 我都覺得非常的迷惑 就是我在講我自己的事情 然後你就突然講說 你跟你男朋友怎樣怎樣 你跟你男朋友怎樣 跟我屁事喔 我覺得這應該是算 應該非常離譜了吧 然後再來第三點 我知道 心理師本來就不應該 跟個案有一些私下聯繫什麼 但是他是那種 一進智商事有沒有 他就跟你說 就是一個 成文條列出來 就是說什麼 等一下出了這個 這個智商事之後 你跟我就是陌生人囉 你就不要看到我 也不要跟我 也不要跟我就是打招呼什麼都不要 因為我們就是陌生人的狀態 我們就在進入這個 智商事的時候 我們才會是一個個案 跟智商事之後 那出了這個枕間之後 我們就不是囉 我們就是一個陌生人了 我想說 啊 就是 割裂感有必要做這麼重嗎 你是想要我人格分裂是不是 就是 我在這個 智商事裡面 我跟你是智商的關係 然後出了這個枕間 我們就一定要就是變成陌生人 就是我 我需要做一個人格上面的切換 是這個意思嗎 記得說我就是反而越談 我壓力越大 然後 那個 感覺也越不好 甚至感覺 哦 有一點 人格分裂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他是 為辦公而辦公 沒有真的把他的心思 就是放在個案的身上 因為 最近呢 我有再回去 找同一位心理師就是他 就是那個很雷的心理師 做了一個心理橫見 然後他也是把 就是 我跟他之間的過往 就是 那些智商的關係什麼 全部忘光光 他不記得我有這個 有這個個案的存在 然後 就讓我當年的時候 他也是 哦 就是 很多事情我回去講 我回去的時候 我還要再從頭跟他講一次 就是他不會記得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也是那種很冷血 像機器人一樣 就有點像機器人那種語調一樣 就是很冰冰涼涼的 就是讓你感覺感受不到什麼溫度 我不要求心理師 要把感情什麼的都很投入在個案的身上 但是你起碼 你要放心思在他身上才對吧 你不可以完全就是公事公辦 然後完全照著一個機器式的流程在走 對 那這大概就是我遇到一個很雷的心理師的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當然我很高興在這之後 我找到一個跟我頻率很合的一個心理師 那 我覺得說 大概你觀察個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四個禮拜左右 至少四個禮拜 你觀察這個心理師 如果他真的跟你合不來 頻率真的對不上的話 我真的強烈跟你們說 換 就是直接換 你就直接跟他提出來說 你要換一個心理師 因為心理智障它是一個不匪的費用 真的不要浪費時間在一個不對的心理師身上 因為心理智障它應該是一個可以幫助你 更找到自己方向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一個讓你更內耗的一個過程 那有關於我現在的心理智障的經驗的話 我覺得有空的話我可以再分享一下 我今天先分享的就是一個很糟糕很糟糕的經驗 那你們也有遇到過什麼好的或不好的心理智障 今天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知道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但是請記得就是不要透露任何地點的名 不要透露出來 好,這也是心理智障,我們下次見,掰掰